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这一集想讲一讲日本首相选举 不知为什么,讲日本和台湾收视通常都很差,和理汉天下的听众对日本台湾都不太关心 而网络上的KOL同样评论日本的正情都不多,这次日本首相选举都很少人说,既然坊间都没什么人说,就交由我去说 9月29日,即这个月月尾,日本自民党会选出总裁,由于目前日本国会自民党占多数职位 所以成为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也必然是日本首相 大家都知道,现任首相菅义伟宣布放弃竞逐连任,其实菅义伟上台的第一天我出过片 分析说菅义伟如果提早解散国会提前大选,就证明他是有做政治强人的决心 如果他很久很久都不提前大选,就证明他只是一个过渡的人物 结果他没有提前大选,就证明他真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也不够政治勇气的人 好了,接下来29日,自民党选总裁,有哪些人打算出选呢? 进入这个议题之前,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记得按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言归正传 已经宣布参选的有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总务大臣高士祖苗 本来民望多高的前防卫大臣、内阁特别担当大臣石破谬都说参选 但9月15日,他突然宣布退选,改为支持河野太郎 于是,河野太郎的胜选机会马上大大增加 既然日本首相的大热门已经呼之欲出 不如主力多说这几位候选人对华的立场 先说说64岁的岸田文雄,菅义唯一辞职,岸田文雄率先表态要参选 近日高调接受媒体的访问,如果他当选将抗衡中国作为他的首要任务 他这么说,马上回响很大 对了,因为日本政客用词都素来含蓄,又或者正确点说,应该是含糊才对 说得这么白,真是很小很小的,也算是很激很激的 岸田文雄接受日经亚洲访问,他说对北京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攻击,深感震惊 他为了保护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基本价值 他将会和美国、欧洲、印度、澳洲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一起合作反对专制制度 他再接受彭博和《华尔街日报》的访问,大量提及到香港、新疆和台湾 还说台湾将会是最大的地区问题 听起来,你可能以为岸田文雄应该是鹰派,不是,岸田文雄一向被视为夹派 很多人批评他对华的态度软弱 甚至有传闻说美国因为岸田对华太软弱,一直暗示不会支持他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崇田康博说,这次出选可以说是岸田的政治生涯最后一次 崇田博康说,自民党总裁一职是由自民党的党员和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各占一半选出来的 所以岸田说得这么凶狠,就是要迎合一些对华强硬的保守派议员 也有些人为岸田解话,说当年岸田做爱慕大臣的时候,安倍首相都要看大陆面色 金相见到安倍,常常都黑口黑面,安倍当时都不敢出声 做爱慕大臣那个很难强硬 现在他转为对华强硬一点,也不一定纯粹是选举策略,不一定只是骗选票 而因为现在的国际关系真的变化了很多 对于南海台湾的问题,站硬是自民党的共识 分别只是站得有多硬,其他日本分析家也认为岸田最少比现在菅义委强硬 而且岸田比菅义委和安倍晋三更容易得到南韩的接受 因为南韩人眼中,岸田算是对韩友善的 2015年,日本和南韩达成了慰安府的协议,就是岸田负责的了 不过后来文在寅撤消了这个协议,这是后话 如果日韩能够改善关系,对美国当然视为是好事 接着就讲一下58岁的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可以说是热门,他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毕业,英文刘利 2019到2020年他是防卫大臣,对华的立场是强硬的 他多次强调要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 河野今年在8月27日出了一本新书 那本书的书名叫《推动日本前进》 他这本书就是说日本防卫和能源问题 他是主张要强化美日同盟和寻求价值观一致的亚洲国家建立一个同盟 他又说日本是愿意和有准备为钓鱼台而战的 东京大学教授崇田康博,他就说河野很懂得推销自己的 而河野在年轻人眼中是比较受欢迎的 18至29岁的日本人之中,32%支持河野,只有5%支持岸田文雄 好了,去到第三个候选人就是前内务大臣60岁的高士祖苗 高士祖苗对华的立场最大的特点是非常民粹主义 他是政国神社的常客支持日本修宪和自卫队派兵去海外 有报道说安倍支持高士祖苗的 但在民意方面又怎样呢? 最近的民调显示高士祖苗只有3%支持率 但这个民调是正式的民调 对比河野32%支持度,他似乎就差太远了 但很奇怪,高士的民调不行 但他在Google和YouTube的网页搜寻上 他就非常受欢迎了 他可以说是还数所有媒体的候选人 大家同样摆片上YouTube 河野平均收市是23万,岸田平均收市5万 高士祖苗的平均收市率是99万 可见高士是网络上的红人 他红过其他候选人很多很多 不过今次自民党选总裁不是真的直选 所以网络大红恐怕都是一样陪跑居多 但这也反映到日本国民对持有民粹立场的政客 是有一定的支持力的 看来中日的关系,未来的日子 根本是很难搞很难搞的 好了,今次日本首相换人 中国那边又怎样看呢?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批评 岸田和河野两个还未上任就已经那么囂张了 胡锡进自己也很囂张 他说他们两个得把口 根本不敢对中国发动真正攻击的 只会沦为美国的炮灰 外交部的汪文斌就叫他们两个谨言慎恨 这些回应当然是预期之内 甚至以现在战狼外交的时期算是温和 总结来说,现在自民党基本上是没有夹派的 只是有稍为温和的岸田 中国威胁当然是各个候选人吸纳选票的吸票议题 中国可以说是选票的提款机 一提他就有选票了 不知道日本是这样的 接下来9月加拿大和德国都有大选 9月20日加拿大大选 德国26日 他们一样是这样的情形 中国仍然是选票的提款机 一说他一按他就有选票了 至于打仗,我始终觉得 没有一个国家打算主动打响第一炮 人人都等对方出手 日本肯定都是这样 而同样地,大陆都没有打算打开第一枪 既然这样的情况,大家就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拖拖多几年 但如果有人打第一枪的话 日本是准备得最足的国家 它远远比美国更有行动和心理上的准备 不过无论如何,我就觉得没有人会打第一枪 如果大家说等了很久,不用等了 暂时死了一条心 好了,无论如何,大家拭目以待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下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拜拜!